嗨我是Shopping 很久沒有錄新的影片了 那等一下我還要去台北 所以我趕快把這禮拜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要跟大家分享兩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叫做 你有沒有純粹的使用你的吐氣肌肉發聲 第二個句子是 你有沒有在扯空氣的後腿 什麼意思 當你今天純吐氣吐得很好的時候 吐完氣它會回到原本的狀態 但是如果今天吐完氣覺得不舒服 例如說你在吹口上 覺得不舒服 你在彈唇 覺得不舒服 代表你都多使用了很多額外的肌肉 如果今天是吐吐氣的肌肉 它是沒有後遺症的 它不會扯空氣的後腿 它沒有後遺症 所以今天彈唇 但是很多人為了音高 為了音量 這個狀態是什麼 這就叫後遺症 它的結尾應該是一個 呼 呼 這時候是一個沒有在做 維持聲門閉合 維持喉味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吐氣 那你開始為了要做聲音了 開始要更多聲音啊 更扎實的時候 你會加一些閉合 或加維持喉味這件事情 但是它不能扯空氣後腿 例如說 有人喜歡做後的音色的時候 它會有類似這樣的 欸 欸 欸 那就感覺一下它的結尾 欸 欸 它原本並不是這狀態 欸 的時候它很好 欸 欸 的時候它也很好 一個字的時候 欸 它也很好 可是一加音高 欸 它又變這個狀態了 所以你要純粹的使用吐氣的肌肉 不管你原本狀態是什麼 你原本狀態就算是鎖喉 但是吐氣肌肉是 它會有一個吐氣的肌肉 你暫時就先想成收肚子收腹肌好了 就是一個吐氣的肌肉運作之後 吐氣的肌肉放鬆 然後沒有留下後遺症 然後這是沒有留下後遺症的部分 然後前面是不要扯空氣的後腿 我最後還有一口氣要出去怎麼出不去 或者是你在前面的頭 這就叫扯空氣後腿 因為空氣想要 所以例如說你到高音米發收的時候 要慢慢上去的時候 很多人為了不扯空氣的後腿 他會逃跑 空氣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 可是這時候 你覺得沒有在扯空氣的後腿 可是你沒有在使用吐氣的肌肉 你在做的事情是 這個是擠壓空氣出來的肌肉 他在吐嘛 在吐會 然後就消音了 可以嗎 那不是吐氣肌肉 吐氣肌肉是 或者是 或者是 這就是擠壓的肌肉 這就是逃跑的肌肉 我也會很想逃跑很想擠壓 任何動作你去檢查 所以如果你是偏真音的人 這個起頭 千萬不要有這個 呃 呃 的欲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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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沒有 後遺症的 呃 然後爬音告的時候一樣 呃 呃 呃 所以爬音告設計的 去找你的吐氣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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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吐氣肌 所以慢慢去檢查 在任何的子音咬字 或者是高音想像的時候 你會不會先去做了一個 扯空氣後腿的咬字 例如說 我 我 這個字 這就是扯空氣後腿 可以嗎 我 不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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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任何的人的講話 大部分講話習慣不好的人 都在扯空氣後腿 我 怎麼樣怎麼樣 你 怎麼樣怎麼樣 音高就算下行 呼 呼 這很低啊 呼 呼 我 我 怎麼樣怎麼樣 我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壓著空氣在跑 很多人到高音的時候也會繼續壓 我 又壓下去了 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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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 我 壓一點點的上 呼音的位置 可是這個位置不能阻礙你的空氣 我 有沒有 他就越壓越多 所以不能扯空氣後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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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怎麼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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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怎麼樣 不行 就是 唇 吐 氣 肌肉 我 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嗎 這不好練喔 那就算 就算找我上課 搞不好要上一個小時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 跟我一起練 我沒辦法教你 我們就是一起練嘛 拜拜